那我问问您几个问题 您是什么叫做聊 不是我问的 你千万不能生气 你知道像我这种性格的人 我身边是有很多很刻薄的人 他们对您是颇有微词 然后听说了我居然能上131 想让我帮他们问几个问题 你说 问 说您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 会找一些书评期刊 引用自己根本没看过的冷门图书吗 会啊 真的 我看了那么多书 然后而且我觉得读一个书 太实在了 我欣赏就是实在 不是不是不是 跟这实在没关系 就是说一篇书评 不一定低于一本书 我觉得这问题不难受是吧 这怎么难受 那我就继续了 还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这个太简锐了 说您到底能不能好好说话 说您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姿态和文字 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交流了 我们交流 我们坐着聊天 我觉得你说话很正常 那就是了呀 回答问题回答挺好 都也化解了 挺厉害的 我还以为这些问题能打疼你呢 为什么你总要给人一种忧伤的错觉 好狠 我害羞 我不喜欢在人群之中 所以我会紧张 我也不喜欢被别人看着 但我想尝试 我想理解你是怎么回事 好了呗 好了呗 这可以抽烟吗 不知道 抽烟值 明天见了 明天见了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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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狱鸡在胸口呢 除了酒还有什么之类之类的 没有 就是我可能有更多的 expectation吧 更多的期待吧 他们这代人的笑或者胡扯 不是那种扩张性的延展性的 它反而是收缩性的 可能我期待的可能是更丰沛的表达吧 今儿你大概想再跟他多了点什么呢 可能有些更细节的东西吧 他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间段的看法 一个迅速扩张的这种名声 相对更本质的看法是什么 来啊 这是你主场啊 不是主场 我就没主场 所有场都是理事主场 放就好 哈哈哈哈 你得睡了喝了几两 这就在这儿 这就坐好 哇 好吗 我们在这儿 这屋子 算了 好 好 坐呗 你要化妆是吗 对 那化呗 你看看人家都要化妆 你看你们怎么对我呢 不过良心不能通知公司 阿不你就这样吧 哈哈 我对他都很绝望 学校园 你要是中国良心 我就是中国美感心 哈哈哈哈 没感心已经化了 来呗 来 画呗 我以前特别抗拒化妆 嗯 什么满门习惯的呀 哎 这个是没办法 我说这有什么好画的 我说这这么讲呗 不行 这个播出还是那些 嗯 是吧 好 谢谢啊 导毒八克机 我的出呢 在我书包里 我想让他出镜 给他批进去 你到时候在这个许志愿老师的这个肚子这儿 附近批一个宇宙超度指南 好吗 闪现一下 好不好 购买链接 不用不用 那你就太过分了 知道书名就行 好有分分感 为什么会对这种超度啊 或者这种就能着迷呢 喜欢佛学的这种东西 嗯 因为也挺多年轻人迷类似的东西的 就是会不会有那种 其实生活尚未经历什么 就假装已经穿透了很多东西 对对对 小时候是很明显的那种感受 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吧 就经历了很多 这个就是世俗成功的意义 嗯 或者说成功不成功吧 反正就你在世俗里得到一些东西 这就是证明嘛 嗯 对吧 为什么说特别感谢这个时代呢 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也可以 怎么说穿金带银呢 就怎么说呢 就 那比如说 因为包括你自己的节目 包括这个综艺类型 对这代年轻人塑造很大 火 有吗 他们的语言方式啊 他们的思考方式啊 那我觉得我说句大言不惭呢 嗯 我觉得至少在我的内容里 我的特别学内容里 至少没有让他们变坏吧 不意思不说 我没说他们变坏 对对对我就说嘛 对对对 就是你你你你 比如我们稍微跳出来一点理解的一个事情 就是看综艺这些的年轻人的承担很多不同类型的 因为他们又有相似的语言风格 相似的表现方式 就你怎么描述这个现象呢 对你又是局内人 我反而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 影响力没那么大是吗 你说你比如说春晚吧 嗯 以前一年的流行雨是春晚来塑造的 嗯 现在春晚是一年流行雨的总结 嗯 我反而觉得可能没那么强 可能是年轻人们比较强势 对 我就说过去是春晚这个舞台 现在可能是你们做这个东西 我感觉没有这么大了 没那么夸张 说十亿人都看这个东西 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是 我觉得我只要坚持下去 那个目的可能就能实现 嗯 如果实现不了 就是我能力不行 对吧 就我也不用去费劲 嗯 它是自然而然的事 嗯 你看这为什么是我接受佛祖的教诲特别快 嗯 就把自己理顺了 就行了 就这样 也行 我也没少享受 也没少体验 嗯 知识也学了 该贱的也贱了 该喝的 该玩的也有了 就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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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哈哈哈哈 没什么问的了 学了 差不多了 对 不是 你跟他说说你 我们他没来之前 我们正在谈的那种感受 啥呀 不知道 其实我表达起来还有点障碍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用了很多语惠 知识方式 结构 我在这都不发表达的 都是就不好表达 或者说不适合这样的表达 我就不知道 您来一段了 书面的 哈哈哈哈 您是怕不够口语 还是说那种思维结构太太太太陈旧 还是怕他他格格不入 还是怕什么 书老师坐在这儿 伴着后面的鸟叫 真的是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字典里知识分子就应该配一个这个 后面是鸟叫 说词条知识分子 对 包括这种自以为是这种戏谑 对我来说 我可能不选这种谈话方式 因为它戏谑是反谈话的 这种消解是谈话越来越窄 越来越小 最后就没什么意义 对我来说 你说这种方式无意义 其实我认为所有的都是无意义 对 然后就变成这种谈话就变得也没劲了 就没劲了 我这就是人熟了以后就下不去嘴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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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欢迎来到 第二季啊 这个观众朋友们肯定都希望能比第一季好 对吧 我们当然是也希望 你们能不要有这样的希望 对吧 我要理直气壮的告诉你们 我啥都不会 四岁的小孩做梦 梦话说的都是 奥斯卡奶奶我要打奥斯卡 你看这 真的家庭氛围很重 池子小时候也这么喊过 你看让奶奶给打打 她那不是黑 她那是童年的淤青 就比如说 比如你做这些事情 就里面很多戏谑嘲讽 或者 嗯 就是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泡泡这种语言系统欺骗了自己啊 语言学不就这样 被自己的这些话构成的嘛 嗯 但是在自己原性里活得太舒服 这是有问题的 那我为什么要活得不舒服呢 但您也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啊 我不知道找你们就换语言体系 对 您使用的那个语言体系是很不口语 第一 第二和大众割裂很严重 第三受很多批评 你如果不是自我欺骗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对吧 写着写着 好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对吐槽那么感兴趣呢 因为好笑嘛 跟普遍的无力感有关系吗 还行 其实这个玩意 喜剧这个事儿 我的感觉是 如果你做的够好笑够优秀 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你不用把它放在时代框架里看 清朝人也爱看好笑的东西 宋代人也一样 就没反对 没什么反对 不是您问我吗 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喜欢吐槽大会 吐槽是什么 我回唐朝做一个套秀演员 我把李白摁那 我给他一顿吐 后来你不是那什么吗 得意虚勁欢 你怎么那么爱当官呢 对吧 我觉得大家听了也能笑 其实是说新鱼里好多这种东西 或者说你认为现在这个点 是他们笑的点 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研究这个幽默 笑这个东西 也读了一些书 有一个现在最公认的解释 叫恐惧解除 你就是发现这事没事了 哈哈你就笑吧 比如说过山车 啊 下边有哈哈 吐槽了 这就恐惧解除 一样吐槽就一样了 那很可怕的 我怎么能当面说许志远 伪知识分子 但长得确实帅 就大概这一举个例子 没实想就只有意思 前半句是很吓人的 你怎么能当人面这么说话呢 后面它变成一个绕回来了 然后就笑了 我是这么理解 这个说的好恐惧解除 别的解释也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解释叫 心知 就是笑是对人自己的一种奖励 通过意外的手段也好 它通过前后的那种铺陈和反转也好 初级你的理解是一个意外让人笑 其实深层的生物上的动因 是因为你获得了一个心知 在这个笑话里 现在这两个解释 我觉得都有道理 但比如你寄写诗业笑话 诗业使人获得心知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突然桌子是在这 突然一张静默的桌子 这个桌子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是对你来说 这两者的你都写 他们这有关系吗 或者说他们有 有吧 写笑话的人 能写笑话 能成为好的喜剧工作的人 都必须要敏感 当然 诗人一样 好诗人肯定要敏感 这个就是共性的 对我来说是共性的 但是写的话 你担心这种说这种口语 伤害你的写作本身的语言吗 还真没伤害你 如果你生活在哪个时代 我刚刚不是说 所有时代都有一个德性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那个时代 我想生活在我的写作里 就那个是最好的 创造一种新的话语空间 永远是一种自由和一种创造力的表现 但这个话语空间有什么构成 这个话语空间是易碎的还是持续的 这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分野了 一种新话语空间是它自从其逻辑的 它特别大的内在的支撑的一个东西 另一种话语系统它是非常依附性的 它通过精进的消解和依附一些主流话语系统 也完成了某种转移或者是逃避 这是那种方式 我非常可以理解这种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的话语空间 也是富有某种创造力 但这种创造力 这事我觉得跟你只要能不能 我觉得特别好奇 有年轻人居然是不写诗的 这是我最受不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本能反应 我觉得 你甭管写的好写的坏 年轻时候不想写两笔吗 25字之前都应该是个试语 但我就这个感觉 所以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写25字 你不是很正常吗 写的不好是不好 但是你怎么会不写呢 那你周围同学写吗 都不写 我周围大学有个同学 是那种国学范儿的 写古诗什么的 也挺别致的 国学青年 很爱读什么厚黑学 什么外缘内方什么的 我天天要骂他 跟他吵架 上课跟他吵架 差点打他又一次上课 因为你很少说是管中哪个学校 我没看到的 因为说出来你不知道 你什么说我后顿知道 华南农业大学 听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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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几志愿吗 就这一个 对 我有一个特别遗憾的事 你说 就是我没读过名校 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事 我初中学习那时候就是全学第一 考了几年就觉得太没进了 这太容易了 就又开始玩 又叛逆 那会儿就文艺青年了 又挺摇滚 觉得自己本有文化 天天朋友书那样 我就应该高中三年 不知道要看什么 看什么米兰昆德拉 我好好把语文数学看好 我好好考个北大多好 不知道图啥 我气死了 就特别后悔这件事 就觉得不接受这个教育 或者反抗这个教育 就很牛逼的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就中这个毒 我气死了 我现在特别后悔 所以你知道我看以撒伯林的传记的时候 受什么刺激吗 以撒伯林和他的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9岁 他们穿过个公园 谈了一路 莫扎特是怎么回事 他们 我当然 我大学看到这本书 以撒伯林 你看 薛老师 你看这是我跟您说的 就是 一切时代都一个德行 都得死 都一个德行 就是你已经是北大的了 但你还是觉得 对吧 你还是觉得 我怎么没那样呢 我相信 以撒伯林的小朋友 他希望他生活在俄国 他肯定觉得我爸为什么不是莫扎特 这个东西是用我们佛学的话来说 就是 无尽 这个欲求是无尽 就我的关键是跟你正好恰相反嘛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生活才变得有意思起来 你要活是要有欲望的 才是生活变得 就五彩斑驳 我其实你看咱俩不太一样就是什么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 我觉得 啥都没记 我后来包括逼迫自己 因为我确实喝三块钱一瓶的啤酒也很开心 是啊 我真的很开心 但我觉得我这样下去是不是就完了 就是 我就肯定 真的好 对 我就完了 我就回内蒙了 我就回内蒙自己找个屋 我就喝一杯子啤酒 什么都没有 就是也行 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也行 我跟你说最可怕就是也行 因为在我心里这种选择真的行 所以我就要一定要变成现在这样打一个小粉给麦子 我才能健康的活着 为什么选社会学系呢 你是选社会学吧 我其实想读哲学 但是我也想活着 对吧 我也想好好挣钱 但是自傲嘛 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不是能学的 然后就看到了社会学 我说这挺别致的 根本没看过社会学的书啊 不知道社会学家有谁 我觉得这是个全新的学科 然后又能满足我离家远一点的愿望 就想了就这边吧 社会学里学到什么东西啊 社会学 可能你只能解释这个世界吧 就学术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个思维 就是你到最后你可能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你什么都做不了 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是吗 从来没想过改变世界 我觉得挺好 我其实挺喜欢学术的 我动过念头 但是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这不扯扯的 你不是去南方中洲看吗 有段时间 他说脏话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也别生气 不是冲你 喝一口 别生气 你也听出来 我也是挺文艺青年 挺有过那种新高气傲 这那的时候 包括说改变世界什么的 我去媒体 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这么样的 就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我在电梯里 听到另外的别的地方的同事 在那聊天 那会是马上过年 我好像刚买完火车票 我去买火车票是这种排大队 在你要去抢票了 我当时得没钱 得坐火车回内蒙 然后又回实习什么 我就听着俩人说 说马上过年了 回家买了票 没事我们跑春运口的有票 咱们好车 我跟你给我干账 就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突然就觉得太扯了 这个事情 我就一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因为南方到夜一直 北方到夜给自己的道德表率太强了 对 然后我就喊 然后我就很快就离开了 我觉得太没劲了 我说我还不如好好挣钱呢 这么容易被打击 是不是说明另一个问题 所有的行业的人都是这样的 都有这样的人 对 但是我那一瞬间 我就认清了 因为我当时也能想明白 我如果在那我会不要吗 我不可能不要 我怎么会去排队呢 那就这样吧 这世界运行的国际就是这样 我就发现了没有我想的那种 到底很洁净的那种东西 慢慢的 我也特别瞧不起知识分子 也特别瞧不起这种 有操守有坚持的老师 就有 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混 我不想再这样 我也不想再做知识分子了 太早找到边界 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 还好 还好 还在找 我希望能把自我的边界再扩大一次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 我就一下认清这件事 那我要赶紧 那我就运行起来呗 我就别嘚瑟了 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 我就接受的很快 我觉得世界就没有错 我没有说它错 只是当时那样 比如说 我真的蛮好奇的 这种不同代文艺青年的变化 比如说我比你大十几岁 可能一直到我 我九年代上中期上大学 一直到我们那时候 如果是文艺青年 你是很享受苦涩的 是啊 就是你的巨大的希望 和你实际上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现实之间的差距 它带来很大的苦涩 你是觉得苦涩 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对你来说 你也是有一段这样的过程 有过 刚刚讲的大学 我也是那样 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就喜欢现在的小孩 什么的 他们到底什么样 现在小孩什么样 比如说池子 我的好朋友 95年的 他没有这些 没包袱吧 没包袱一定是好的 但是它不一定是不好的 我是怎么想的 就这种苦涩 或者说这种挣扎 这种矛盾 这些心理 对你的创作产出为人全部 我甚至可以说是 可能是没有价值 你觉得没价值 因为池子它也没有需要的 没点 它一样可以创作 它一样 它一样讲端子 一样 讲完就玩去 它不挣扎 不是说没有不思考 它都有 愤怒也有 不满 对一些事情看不惯 什么都有 但我觉得 他没有把事情放得很重 他不是那种享受忧伤的人 我觉得 可能是这么说 就是说 那什么东西让他痛苦呢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呢 很多 很具体 他其实比我叛逆多了 他还小了 他还年轻了 他比我叛逆的太多了 很多广告他都不愿意拍 你会说服他吗 会 他能够被说服吗 能 我就把钱给他看 我说就这么多钱拍不拍 拍拍拍 我就是他的社会现实 我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社会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 你说你觉得我享受这些 我小时候比你叛逆多了 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蠢 虽然每个老年人这样说话都很傻 但是我总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就不是对我们这代可能7年代普遍来讲 这个价值观价值系统是个体去反抗的 这是非常 您这一代是很普 可能会去摇滚 对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好像我 就我为什么好奇跟你想跟你聊 就好像这东西好像就突然到更年轻一代就消失了 有点 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 因为他在我身上逐渐消失 而且非常快 我变成社会了 我的价值观 我刚刚说过 我觉得所有时代都一个得限 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都得死 你要问我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 在我真正的内心的想法里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在佛祖的价值体里 对立的概念都不重要 您刚刚说放弃 对立的可能就是我想通了 但是在佛学的价值体系 我理解的是一件事 中道 讲中道 我同时是放弃 同时也是想通了 这就是我 这不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是啊 当然这被庸俗化的佛学更是这样 尤其适合中国人这种 当然没办法 你总得活着 怎么办 你是哪有这么严峻 就把这个情况 好像我不接受这样的庸俗化的东西 我就不能活着一样 怎么可能 哪有这么严峻 哪有这么自己吓自己的 对我来说是挺严峻的 你要说对我来说是吧 但挺好的 你看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就把自己理得比较清楚吧 就得到我工作的时候 您想过信教吗 我没有 你觉得你会信教吗 不知道 我是个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我相信人自身有他的寻找意义的系统 文艺复兴 你可以这么说 对 人是有这样的东西 您对知识分子的责任哪 或者说 我相信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我还是相信 我当然不是浪漫抒情似的那种 那样的 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很多 可能被很多伪知识分子给害了 知识分子是有很多问题 商人没有很多问题 然后不同的行业没有很多问题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 好像我们对这个行业 就特别尤其苛刻吧 可能之前给他很多道德期待了 太苛刻了 因为只有知识行业是最自省的人 当你批评他是他们是接受的 你批评其他人是没有的 你会不会殉道 我不会 我是想惡主义者 那你想过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生命 死在女人的身上吗 真是的 我骗你干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区别 就我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 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就说会怎么样呢 会少赚很多钱 真的吗 真的 啊这么明显啊 真的真的 怪不得我赚到钱呢 一码 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真的 你节目成这样了我都不赚到钱 你要感觉一点好笑 给我讲一下怎么赚钱 就是不要说太多真话 你就是不要挑战大多数人 敢想不敢说的事 你要用包装的形式 我跟你我跟你说 那就很无聊 不很累吗 我告诉你也想说 就是像刚这个呃 死在女人身上这个事 嗯 我把它变成一个段子 可以说我就说了 我说哎我说你但我有时候想死在别人身上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 对可能是被那个女人打死的 所以就随便拐一下说个段子 就说了 大家就不会觉得啊 那其实我比你过得开心多了呀 嗯 某种某种某种意义上 对对对这个这个你可以这样说 但其实我也说了 我只能说我也说了 我该说的我其实都是说的 啊对我再教一个怎么不被人骂 嗯 刚说了一个死在女人身上那什么 其实女人这个词啊 就有点油油腻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相信我 我做大众娱乐的好吧 我是做大众娱乐 而且研究口语的 女人这个词首先 男的使用起来就会油腻 然后真的 尤其是一个您这个年纪的人 嗯使用这个词 呃 虽然你是一个真诚天真 什么这样的人 但是隔了一个屏幕 观众一看就觉得 哎咳咳 许正中年男人 知识分子怎么那么恶心啊 嗯 但是他平时做的事 可能比比你过分的多 这就是大众 大众娱乐 嗯 没人教你这些 嗯 在屏幕上不要真的不要 我再再劝你一次 不要使用这个错 嗯 就也不要说死在女人身上 嗯 虽然是一个浪漫 一个其实不是坏事 是一个浪漫的一个 但是别人观感 观众屏幕一看 他就会觉得 这人流氓嘛 就是 但是你但是你会担心 这样的方式 比如太熟练了 你会真的是被完全规训了 你会散伤很多东西呢 这太难了 谁能把我规训了 嗯 所以没关系 不会的 太难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说说这些又有什么损伤呢 就赚不到钱 对 赚不到钱 对啊 我跟你说的就是你做自己可以 但是你就是赚不到钱 然后被人骂了 你看你现在算是赚到钱了吗 对你来说 算了 算了 我生活高兴很低 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 我赚到一笔钱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拿到东方八公路透口稅搞费 嗯 那个为什么能特别明显 因为发的是现金 嗯 多少钱呢 7000块钱 嗯 还在澳美实习的时候 能拿到手里7000块钱 一大钱 比如说你现在有概念吗 比如说我有多少钱 我就无所谓了 或者我干什么 无所谓 真的得几个一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呢 因为你要的是无所谓 你要是要的是好好活着什么的 嗯 那就都行 我觉得我现在就行 我觉得我现在的钱就够了 我就没事了 就这样呗 那还能怎么办 而且我又不是不挣钱 嗯 对 但你要是想让我无所谓 嗯 我的无所谓 可是得特别无所谓 那现在什么东西让你有所谓呢 就是需要几个亿来 来 这么多钱 太多了 比如呢 这都不能说了 这绝对不能说 好 来 每一代人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时代应该是更多的包裹自己嘛 就包裹自己 就包裹自己 我觉得这是面对一个从 一个从众年代的某种反应 因为包裹自我是个安全的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更少特地独行了 所以可能我对 可能对李淡昨天表现出来的 就这么容易被规训 也是有点意外吧 或者说他在规训过程中 我觉得 或许我们的谈话 他应该可以 可以更 对